大家好 歡迎來到第41集的比特幣家火 我是白兵 我是幣家火 aka阿光 我說我們今天的主題很heavy 不過先不說 我們先說台務 都不用說 人們一看就看到 台務我都看見你在IG story struggle了兩天 你都明白我的心態 一出過一下 先說第一樣 我們11月27日星期六 一早說了是2.0 之前我又問了大家一次投票 正常是review forecast 最終是大比數勝出的 review forecast 沒錯 我自己看見就是review forecast 要搞 我又再想 其實我早就說了2.0 現在又轉review forecast 我就開心 因為2.0是三個小時 review forecast是兩個小時 所以我會輕鬆一點 雖然收少一點 錢收少一點 但是說的東西又輕鬆一點 簡單一點 我剛剛完了1.0 我們剛剛這個星期六 我又介紹完這個2.0 覺得整個11月1.0 2.0 一個package 所以最終就抱歉大家 要大家體諒 好像能夠大家投完票 有幾大比數 最終好像是六十幾比三十幾 都明顯的 也有一個很簡單的原因 因為上過1.0 2.0的人 是大多數 所以他們投個票 的review forecast 是會厲害一點的 所以這個月的27號會是2.0 之後我又做了另外一個story 就說12月的 12月的就問大家是1.0 2.0 還是review forecast 加一個叫深度交流 最終我看到的都是review forecast 深度交流 你們會遇到聖誕節嗎 你是不是會遇到聖誕節 是啊 改了一個 我定了日子 一個就是12月11號 接著就連續接著那星期 18號 就避開了聖誕節 聖誕節 定了這兩天 看大家想要哪一個package 一個是1.0 還是2.0 package 還是review forecast 還是深交 那照投票結果來看 應該就是review forecast 再加深度交流 就是整個12月都沒有1.0 2.0 沒有了 就要抱養一下 所有想上1.0 2.0的朋友 想在2021年之前能夠上到2.0 就是27號最後機會 就叫最後班次 對 對 一如以往這一集出街的時候 大家都聽到的 然後就會看我IG 就會有詳情公佈 怎樣報名 怎樣付錢 2.0內容是什麼 就知道了 對 留意IG story 還有post 就是這樣 台務 多加一點點 12月那個review forecast 就會跟我們上一次十月尾 搞那個 就會不同 總之 review就是review 十一月 forecast就是forecast 十二月尾 至一月這樣 深度交流 我就沒有太多idea 我有一個這樣的小想法 看看白丁你怎麼想 小念頭 小念頭 小念頭就是 我什麼都不準備 沒有powerpoint 純粹兩小時 我帶一部手機來 大家事先我IG 問大家有什麼想說 我自己輕輕準備 來到我解答IG 好像有人問的東西 之後就直接大家面對面交流 你覺得這樣會不會都ok呢 這個 深度交流的兩小時 我就沒有打算powerpoint 因為一有powerpoint 就好像很傳授的知識 很傳授那件事就沒有了交流 你怎麼看呢 無準備心交 那次我們十月尾review forecast 之後都心交了一點點 我看到 那裡留了兩小時 那些人好像更喜歡這隻 多於review forecast review forecast 後的兩個小時 那些人很有feel 喝著酒這樣聽 大家互相吹水 大家說話 那我get到feel 大家其實是想要這隻 多些的 所以我先說 無準備powerpoint 那 又或者講到明 你有東西問才可以來 或者一早IG 問問題 可能我有的內容是半個小時 一個小時 還有就是 就是叫做 來之前就已經要 你自己一直有些什麼疑惑 解不通 或者想問 又不好意思問那些 我想就可以在這些位置大家 催 催一下水 或者你去share 你都可以來的 是的 普遍我們香港人都是CD room 我就來看看你們有什麼說 順便吸收一下 最後二十幾三十個就坐在那裡 沒有人問 沒有人問 沒有人問的 沒有人問的 就是這樣 大概是這樣 還沒定定過 12月的 schedule 12月日子定了 11日和18日 那feel forecast 都定了 內容我一定會準備 feel forecast 是兩小時 我會準備一小時內容 剩下一個小時 大家互相吹水 可以告訴大家 十月尾那一段的review forecast 就是我會有個session 最後一個小時 就是給大家去問我一些coin 就是大家IG會問 江哥你怎麼看這隻coin 那隻coin又怎麼看 那隻coin又怎麼看 那我就會有圖表分析 又講一下我對那隻coin的理解認知 會有這些分享 那十月尾那一段 那些朋友仔都問了十隻八隻coin 那我感覺到大家都幾有feel 幾滿意 或者是幾想繼續問多些下去 可惜時間狗的意思 那pv forecast就會是這樣 一個小時我準備的內容 另一個小時就是互動一下 問一下coin 那那個深度交流就是更open地去問更多 除了coin以外 就是coin的東西一定可以問 那或者是問一些看法上的東西 大家都很喜歡問怎麼看 那我想這個就會叫做 就是輕鬆一點 深度交流這個 是 不用太學術性 或者太太 或者叫 資訊 是 資訊傳遞 因為我 上一個1.0 有一個 在休息的時候問了一些東西 問完東西 謝謝老師 我會說 不用老師 就是大家平背的 互相包容分享 那我們這個加密貨幣的 community 是很友善的 會good morning good night 就不用阿sir的了 我不是阿sir 只是把我懂的東西 叫做分享 還有有機會錯的那些東西 那大家要fact chat 還有大家要do your own research 那所以深度交流 那個會是這樣的方向 是 那詳情看IG 都是有待公佈 會保持投票 給問大家的東西 總之今月27日 大家看了這條片的時候 就可以去光哥那裏報名 沒錯 2.0 來 那我們說一下 世界末日 做甚麼事 世界末日 今天是世界末日 為甚麼 今天是世界末日 你猜一下世界末日的價是發生甚麼事 不是發生甚麼事 Bitcoin的價去到哪 如果世界末日 Bitcoin就跌到下零 那不是世界末日 那也叫世界末日嗎 跌了多少呢 現在這一刻的價是六萬三 你猜現在我們錄音時間是晚上十點 你猜現在多少 你又應該沒有開著 你不是這些人 那你覺得世界末日 現在的價值應該會是多少 比特幣 對我來說 今天早上六萬三 你不跌到下一晚也沒有 世界末日 是世界末日 是世界末日 這樣嗎 現在這一刻的價值是六萬 你還有六字頭 六萬零五百元 六萬三跌了六萬 我覺得世界末日 跌了三千元 大概三千元 就是佔五百分 那世界末日 為甚麼會世界末日 有很多IG的人問我 發生甚麼事 江哥 怎麼辦 我這些經歷過風浪的男人 比特幣跌5%是很平常的 不是 還是我有錯過 比特幣跌5%左右 以今天的價格來說 以那些高幣來說 就大概10%至15% 最厲害那一刻 就跌到20% 比特幣今天最低位 碰到的一刻 是由六萬三跌到五萬八千多 大概10% 只不過現在要回上去一點點 對很多叫做新手入場 或者是叫做初初的入場玩 從虛幣來說都會覺得 仆街啦 紅色啊 不斷跌啊 怎麼辦啊 先講一講圖表走勢 圖表分析先 上一集我印象沒有記錯 我有跟大家講到 六萬三是一個支撐位 六萬三之後就是一個六萬 現在很明顯跌穿了這個六萬三 剛好叫做六萬零七八 最簡單的就是六零八零零 六萬零八八這個位 是一個支撐線來的 我們要好講 站不站得穩 今天曾經跌穿過去 不過現在叫做回上去 如果能夠站到的話 就固自然好 如果站不到的話 下一個支撐位就會在五萬七千八這個位置 有不同的技術指標都有 五萬九都會是一個支撐位 那些什麼Williams Indicator 或者是那些二十天EMA 五十天EMA 各類型的不同指標都有他們的價位 但我現在講的這些支撐位 純粹是一個叫做on go trading part的支撐位 就是曾經最多的support 和resistant 所組成的一條線 就是最簡單的這個 那六零八零零這個位置 是一個支撐位 再下一關就是五七八零零這個支撐位 那比特幣站到的話 那就叫做勉強了一關 今天 那明天後日會怎樣呢 有待發展 那究竟什麼事情令到比特幣今天這樣跌呢 就是全日都跌沒有起色過 就陰一點陰一點不斷跌 去到旁晚六點左右 跌勢加速了一點點 那最主要其實是關一件事的 在新聞上 是否中國有禁Bitcoin那個 中國禁Bitcoin是其中一個催化劑 叫做未是最主力的 他說會加強打壓那些用品 那如果我昨天去估計 就是有些叫做賣牛炮 昨天去估計 最大機會發生的就是 今天 習大大和這個 戀紅色魔怪 拜登 視像會面 對於經濟上來有什麼看法呢 那我昨晚去 昨晚已經知道有這個視像 那我先看美股發覺 咦美股是普遍都沒有什麼特別的跌勢 那我自己就想 那應該都OK 因為那些蜜蜜市 和美股市應該有很高度的相關性 那所以我看到某些銀幣開始跌了 那我自己都滿不在然 好 就給你一晚時間看看你怎樣 可能明天 視像會議什麼事都沒有發生 又平平環溫度過一天 然後到了今天 視像會議 我第一樣要看什麼呢 我先看這個港股 港股 咦早上升 然後下午 都升 全日港股是上升了 恆新指數 上升了三百幾點 那我心想 OK啊 港股表現良好 那不代表蜜蜜表現良好 純粹是港股表現良好 我就放心 放心的原因是什麼呢 如果港股全家令 蜜蜜都應該是九成 八成九成全家令 以我看了這一年的情況 那所以港股表現良好 我有個心 叫做放輕少少 那蜜蜜蜜不會差到去哪 那到了下午五六點 糟糕了 即比較明顯急射少少 比特幣和金幣 那新聞上呢 就開始有報導說 為什麼那些幣會跌了 就是拜登今天簽署了一個法案 那就是一個基建法案 那些1.2萬億 那其中有個條例是包括加密貨幣的徵收稅項的議題在裏面 那所以這一 cara對蜜蜜是不利的 因為那個收蜜蜜是融蜜的 Word 藍繡蜜妳的 énergie 幾次賣入,幾次賣出,然後賺多少,總之有一隊,總之交易所要交資料,經紀商要交資料,什麼都要交資料 然後他的定義模糊就是經紀商要交資料,在加密貨幣的世界有很多東西叫智能合約 就是一班程式賣,寫了一個program出來,就有這個program運行的,他就是沒有主人家,沒有老闆,純粹一個program來的 然後經紀商的定義是包括這些去中心化的program 然後加密貨幣那班老闆就說,你們懂不懂crypto,defi,去中心化金融,是沒有老闆的,沒有員工,沒有打工仔,怎麼報稅 但是拜登或者那班國會議員就覺得,總之經紀商,沒錯的,經紀商就要遞交資料,申報資料 他們又沒錯的,他們的世界,只不過是表現出他們不懂crypto 而不懂crypto底下也通過了這個法案,以故事情節來說,有些懂crypto的國會議員 之後會遞交一些申報案,修正案 想令整個法例定義清晰一些,經紀商其實包含什麼,包含不包含這些去中心化智能合約,defi的東西 這些是不包含的,要來清晰的,就會有個後續功夫的,看看怎麼發揮 但是到今天就是,戀童色魔怪已經簽了,收稅就暫時,什麼都要收 之後,之後怎麼執行呢?就迷的,我想是叫做加密貨幣的投資者 或者機構投資者,或者散戶大戶也好,看到一件屬於不利消息的東西 他們可能會叫趁機 photon,然後我看到,會比較慢地下跌 然後我覺得以前的跌到53時有一個急跌呢 其實那個急跌代表什麼呢?就是叫做panic selling 就是叫做恐慌性拋售 就是掉穿了支撐位 那個支撐位叫做一個Rising Reg,就是叫做一個向上的三角形 以圖表分析來說,一個向上的三角形是代表一個下跌的趨勢 剛好跌穿了三角形的trend line,就是叫做趨勢線 所以就有很多人發覺,仆街啦,跌穿啦,放貨啦,止蝕啦,跌到下去會更加跌的 那個跌就加劇了,明顯快很多,急很多 最後看回整件事,其實又不超過10%,也不是說15分鐘內跌幾千點 不是這些,而是每15分鐘都繼續跌幾百點幾百點 這件事我看到的就是,有一班做槓桿的,沒有被殺 因為通常殺槓桿的跌勢會很急很快,瀑布式圓崖式 好像魷魚弊那樣,哎! 搞到Sero 搞到Sero 噢噢噢噢 很深刻 一個男人去到這麼高分貝 笑到混蛋 那這些15分鐘內可以去到噢噢噢的那些 通常是殺一些槓桿才會出現的東西 那今天這個情況 我看到的就是feel 沒有看數據的 我純粹feel 就不像是因為槓桿而令到整件事跌 那整個過程就是由早到下午都保持著陰跌 然後傍晚叫明顯急一點 那我相信就是很多人設了一個叫止蝕 stop loss 例如它跌穿六萬點 我就會自己扔一個命令 就是五萬九千九 我就會放一個命令 所以一跌穿六萬的那一刻 那個跌勢是明顯快很多 因為很多人可能都設了一個stop loss 在六萬 而六萬這個阻力位 或者叫支持位 六萬這個支持位為什麼這麼重要呢 因為我們在五月 四五月的時候最高位 其實以weekly candle來講 就是在六萬這個位 曾經是一個阻力位 四五月的時候 那現在我們曾經穿過六萬之後 就在六萬三六萬六這些位 徘徊了好一兩個星期 所以我們回落的時候 會踩回六萬 就是一個叫強力支撐位 因為曾經我們是成為一個阻力位 那麼在這個情況下 很多人就設了一個stop loss 我相信 所以一穿六萬那一刻 就 蛤 一段明顯一點 就去到五萬八千幾 那麼現在叫做回上去一點 又六萬零五百 那這個情況呢 穿了那條trend line 就穿了的了 那個叫Rising Ratch 那麼很關乎 他想不想得回去 最簡單的一件事 就是他會上回去 trend line的位 而那條trend line 將會成為一個阻力位 那麼成為這個阻力位 就應該會碰一下 之後再繼續向下落 那麼那個落 又是陰一點陰一點的落 那麼理想的情況 是甚麼呢 就是所有塗表走勢都失效 他純粹保持在六萬美元這個水平以上 橫行 假設是六萬至六萬三這個位 他保持著橫行幾天 或者叫一個星期 那就可以解決了那些塗表走勢 令他失效 就是令他下跌的趨勢失效 那麼我最希望這件事是這樣的 而另一隻幣也可以說一下 叫做以太幣 那麼以太幣也都跌穿了他那個叫做 Rising Channel 就是上升軌 那很漂亮的 他以Daily Candle來看 這兩個星期至三個星期 他那個Rising Channel 就是一個樓梯級這樣上 很漂亮的 而這個Channel 突然間是昨天已經穿了 不過沒有跌得很明顯 到今天已經跌穿了 走出了這個Rising Channel 那麼以太幣的支撐位 或者是support位會在哪呢 今天可以分享一下給大家聽 先來第一關 是一個支撐位 那現在是4,315元 那今天最低位跌下去那裏 是去過這個4,100元 那現在叫做上升200元 會不會跌很多呢 其實 今天來說其實以太幣的高位是在4,600元左右 那其實也跌了10幾個 超過10個percent 那以太幣的支撐位繼續說 就是4,300元 大概4,295這個位 下一個支撐位會在哪裏呢 就是在3,9,500 就是你當是4,000 那這個4,000呢 就會是一個強力一點的support位 那謹記啊 所有的support位都可以穿的 不會說support位一定support到的 support到的意思是 它曾經是一條阻力線 啊 穿了它上去之後呢 也都曾經站穩的 那我們就視之為一個支撐位了 support位了 那現在叫做重新再跌下去呢 4,300這個位 撐到一撐 我記得曾經有一集有提過大家說 這些什麼support位啊 阻力位其實就好像攀石一樣 嗯 我們攀到某個高度 我們只要打粒釘在石頭 再綁個安全帶 那這裡就成為一個叫支撐位了 那也都叫一個支持位了 那我們如果有什麼意外 跌下去的時候 這個位置就可以報到命了 那這個是上幾集說過啦 那現在叫重提一次啦 那說完這個39500這個支撐位 那再下一層都有的 就是3635 那這個位置我想就應該不太會跌下去了 那原因是什麼呢 如果大家去嘗試圖表走勢上面畫一條叫做trend line 走勢線呢 它有一條很明顯 從二月到現在十月 八個月以來的trend line 它是以太幣是圍繞著這條trend line 上下走好像這條蛇一樣 它上升不會去得太遠 然後它跌穿這個trend line也不會跌太遠 基本上它是圍繞著這條trend line 而大部分時間都在這條trend line上面 那所以我們看到的這條trend line 如果說這兩天來講 就是今天、明天、後天這樣 大概其實都是在4000美元水平以上的 那所以4000美元以上都是一個相對實正 那個防護甲很厚的一個關口 要跌穿是困難的 那如果碰到4000的話 應該是幾穩陣 有一個會大力一點的反彈 可以上回去4000、1、2、3、4這些位置 那講完這些圖表走勢的時候 我們可以輕輕地講一講這個心態 世界末日的心態 如何面對世界末日 第一件事 剛才我提到有一個panic selling 基本上很多人都會 就是我現在虧了幾個percent 但是看到跌得很急 不如我現在虧了幾個percent 選手離場 那不要輸太多 然後在他跌得 再激一點的時候 我再入貨 那就好像有賺到低位入貨 那當然沒有問題 這個做法 這個心態 但是有個結尾 那結尾會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你永遠不知道低點會在哪 假設就拿回以太幣來說 那4300是一個support位 我就在4300那裏止了虧 然後今天的以太幣最低位去到4100 然後其實在跌的時候 你是不知道4100是它的低位 你可能去到4100的時候 你想想 等它跌到4000先 因為4000是另一個支撐位 那你就可能不會選擇入貨 不會補回那些錢進去 那當它去到4100的時候 它可能再極速反彈 說的是一分鐘兩分鐘內的事 由4100上去4200上去4300 那你就會發現 糟糕了 我在4300那裏止虧了 現在又回到4300 那怎麼辦呢 我又不進貨好 還是我再等明天 明天可能會再跌 那你就會變相成件事是 有些手忙腳亂 你總之不知道怎麼辦 那我自己 找了叫做這一整年 越的不說 這一整年的心態我覺得 遇到跌市 第一件事 不要害怕 不要亂 跌了再試試一下 不要害怕 對 還有永遠在它跌得最急 最厲害的時候 不要放 不要蝕著放 如果你有賺的沒有所謂 你有賺的那些叫take profit 但如果你入貨 假設以太幣 我4600入 今天跌到4300 止虧放了去 我的經驗告訴我 永遠不要在跌得最急的時候放 因為那一刻 你就是panic selling 而panic selling 就是一個會滾雪球的 令到全世界所有人都加劇 大家看著圖表 4300 4000 快點賣 我要賣得出的話 我就要給其他人出價 更低 我才能賣得出 這件事 我稱之為不太健康 嗯 那我 有個小小心態上的分享就是 不要緊張 未夠10% 不用肉 還有我們要知道 到接下來的一個星期 下個月會發生什麼事 那我們這兩個星期一直升得很健康 很漂亮 大家都很開心 天天叫我貪hi 那我們要知道為什麼 我們會有這個 開心和期望 就是因為我們知道Q4 10月 11月 12月 有plan B 在這裏說 越升越高 越升越厲害 19多萬 對 11月Bitcoin是去98,000 12月會去13萬 那我們有這個期望 他又有他的數據 他支撐各樣東西 那如果這個是我們的劇本裏面 那我們當中有任何的fustration 波動 那我們理應是處之泰然 如果我們日日摸現 是啊 泰然 泰然 如果我們經常都活在恐懼 哇他跌了 要快點放了 蛤 他升了 買了 趕不及了 那我們永遠保持著那個叫做 投資情緒和投資決定 都是一樣 那我們就會發生一件事就是 為什麼當我買的時候他就跌呢 因為你買的時候就是高點 因為他正在升的時候 你留意到他的時候 就已經在升了 或者是升了 你又說 糟了要進了 要不然 沒得賺了 九萬八 終點 現在上到六萬多了 那我還有三萬 三萬 不上車就沒有了 好了 當你上了車你就發覺 混蛋 為什麼 就是因為 你已經在相對的高點上入貨 嗯 那以短期操作來說 你今天進完 今天就跌了 你當然覺得 糟糕了 我要立刻放 那我稱之為 很傻豬豬的這件事 你明明眼望的是 十一月未九萬八 那你現在六萬入 那你就六萬入等到十一月未 因為投資其實要給自己一個目標 日子時間和目標價 那你這個才是投資 如果你買完之後 你就日日浮沉沉沉看著它 那你就會 好比這個市場的情緒影響你的決定 而這些市場情緒影響決定 往往就是 formal FOMO Fear of missing out 它升你就買 它跌你就放貨 那你就是 輸的機會很大 就是高買低買 那我們不希望這些事情發生在 那麼多位朋友 那我有一個小小的格言 那個格言是什麼呢 就是 最多就是坐貨 那我是賣現貨 那所以 在坐貨來說 我可以坐的 我可以坐到十一月未 等它九萬八 我可以坐到十二月 等它上回十三萬 那看看我坐不坐到 最終假設故事 十一月未和十二月 去不到九萬幾 上不到十三萬幾 那是我整個投資都坐 我竟然買一隻不是升的東西 我買一隻不是預期去到這個價位的東西 那這樣東西是 就是叫做 大家要想回 那心態上的東西 就是 投資決定 和投資情緒 要相反 它跌的時候 我們應該怎樣 B T F D Buy the fucking dip 沒錯 Buy the fucking dip 我今天看到有人求婚在沙灘上 被人拍照 他在沙灘上寫字 他寫了Merry M-E-R-R-Y 就是正確對的 就是寫了Merry Me M-E 他寫了M-F M-E-R-Y 然後有人說 M-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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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錯了 之後 就是Buy the fucking dip 這個 投資決定 和這個投資情緒要相反 就是 其實它跌才是一個 就是等於 你現在買產買蘋果 便宜 買多些先 沒有理由在蘋果貴的時候 哇 蘋果越來越貴了 快10元買不到 快點去買 這個就是 街市大審 喂 超級市場沒有米 快點 200元 5磅米 快點買 我們不要做街市大審 我們做一個理性的投資者 就是 喂 米價跌 應該要買多些 那米價升 當然我買出去 賺點司拉錢 這個就是 叫做 投資上面的心態 我們有這件事 擺在腦裏 擺在心裏 做不做到 先不要管 但我們知道有這件事 還有 有一個 Stronghold的心 我買得這件事 我不是 這一日就要升 後日就要升 這個星期就要升 我們在說 喂 擺一個月也好 看到12月 現在我自己的心態是什麼 我已經入齊貨了 入齊貨了 我已經只剩下很少量的彈藥 你已經 賺了錢 已經 因為求了分 都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因為我自己的投資 長期都保持著 會有一筆彈藥在那裡 一跌的時候就入了 基本上 現在我都入齊貨 想入的貨都入齊 我就決心等到年尾 12月 然後最終做個連結 究竟看看 這一整年我由1月1到12月31 我是賺還是虧 會是有多少錢呢 我自己內心有這個決定 然後也都跟自己說 就算中間有任何星星跌跌 各樣東西都好 我都不動 因為越多動作 就會越影響了我最原先的決定 就是等到12月31這件事 我們天天看著架一定會心動的 好像升得越來越厲害 好沒有進回一些貨 好像不夠貨 這一款 好沒有啊 這件事是會發生的 我經歷過 大家也都經歷過 未經歷過那些 就嘗試叫做 好像白兵你未經歷過 就說定你聽會有這些情況 就是去升得急的時候 好沒有賣 就好像你四五月的時候 哇升到六萬了 是不是應該都入一些呢 你那時候都閃過這些念頭 這個就是一般大眾的formal FOMO Fear of missing 好怕錯過了 我還沒上車 現在跌市的時候 你就是想 我還沒下車 他跌得這麼快 我們不要急著下車 會滾死的 的士高速公路走著 我們不要開車門下車 我們可以等車停定 他跌定了 跌定是怎樣 就是價格的東西 他跌完就升回 升回到某個位 就又跌了 是會有波動的 那只不過 加上世界就是波動大一點 可能動一些都十幾% 而升的時候 會感覺慢的 可能每天都兩三% 兩三% 但是隔了一個星期 all time high 那你就不覺得 嘩很爽 你沒有這種爽 你最開心的是什麼呢 我今天買了一隻 第二天升了100% 嘩 中了 那怎麼辦 你的心就想 總之當初買多一點 還有你會想 他一天就可以升那麼多 那我強勁很多一個月 會不會升更多 那麼更多投資的心態 就是要隨著這個 連月去累積 那麼 今天大概就來到這裡 那接下來下個星期 下一集再見 還有上課 可以再分享多些 那麼大家可以準備好 想問的東西 那麼在這個心交班 和這個review forecast裡面 大家可以互相多些交流 嗯 就這樣的情況 是啊 那我們就下條片 再跟大家見面 好啊 再見